第四代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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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浴室洋城教練 最近啊,我在拍攝我這部新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遇到了蠻多的困難 因為我有些新的想法 想要把它加進我的影片裡面 那以前通常我是不會像這樣寫腳本的 但是為了這一次的影片我比較慎重 那我有寫腳本 所以說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有遇到一些困難 例如說我希望能夠完整的表達我的內容 但是說真的 你要在短短的一部影片當中 表達完整的概念的話 其實相當困難 所以說我重複拍了好幾次 甚至我的投影片我也重複做了好幾次 所以說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夠帶給大家更多的幫助 那首先我們今天要講到的是換氣 因為我們前幾個禮拜 講到的有些都是 或是關於蝶式要怎麼樣游得更好 那現在暑假已經開始 那相信很多人有到游泳池去練習 那如果想要游自由是學的好的人 相信換氣都是他們覺得最大的困難 他們在換氣當中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那基本上如果你嘗試過各式各樣的游泳方式 或是說你各式各樣的學習方式 當然上網找文章找影片 或是說你有到游泳池去學過游泳 甚至你學完游泳之後 你自己去游泳池練習或是說 到泳池你看到泳客游的比較好 你可以洽詢他的 可是問題是這樣子 常常你會發現說 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因為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會變成說你練一練 你搞不好會慢慢的迷失方向 甚至你會對自己沒有信心 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將來說不定哪一天你就放棄說 算了我還是不要練自由是 我還是默默的有我的挖式就好 不過這樣子對我們來講 還是很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說 那你要不要嘗試著試看看 我們於是游泳的教學方式呢 因為畢竟我們的第一堂課的時候 如果你來上課的話 第一堂課教練就會教你說 你在水裡面要怎麼樣控制你的身體 然後讓你跟水的互動 你可以了解水的反應到底是怎麼樣 那你可以順便了解一下教練教學的風格 第二堂課我們就會教到所謂的換氣的動作 側身打水加換氣的動作 所以你會很快的了解到說 我們於是游泳是怎麼樣去教學 游泳換氣的這個部分 你就不需要一再的去嘗試 那為什麼大波數的游泳課你去上課 卻是沒有效果 因為畢竟會來教游泳的 要嘛就以前他是游泳選手 或是他本身對游泳是很熱愛的 但是他可能每個人都經過了幾萬個小時的練習 當然搞不好游泳選手甚至是幾十萬的小時練習 可是你把它壓縮到十堂課的時候 這就會有產生一個很大問題 中間的連結 你要怎麼樣把這幾十萬個小時的經驗壓縮起來 如果你沒有一套完整的系統的話 就會變得很麻煩 而魚式游泳就是因為我們有魚式游泳的架構 所以不管你是誰來 我們都可以把你放到這樣子的架構裡面去 可是我們不會像其他的游泳教練一樣 硬把你壓進那個模子裡面 因為有的游泳選手他可能打水需要你打得很快 或是說他需要你滑手滑得比較用力 所以他會用各式各樣的輔助用具 例如說滑手板、浮板等等的 可是這樣子的話你會練得很辛苦 而魚式游泳盡量不用用到這樣子的器具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是把你的腦袋修整成跟教練比較相近 你的腦袋有那樣子的架構你就可以游得很好 而不是說我們硬把你壓進你的需要的模子裡面去 那個是教練的需要嘛 那教練可能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 然後初學者的控制能力本來就比較差 可是你卻要他做出跟你游泳選手一樣的動作 那根本就是一個很困難的 就像我的有一個學生啊 他最近來上課的時候 他上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來上這堂課 他就跟我講說他有去運動中心學過 可是那時候教練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游不好 是因為你的腳太硬了 然後你不知道該怎麼在水裡面放鬆 所以你要盡量去游泳池 盡量多游才有可能放鬆 可是我覺得說這樣講起來的話 這樣教練很好當你知道嗎 就是我只要指出學生的問題點 你甚至連該怎麼解決你都不用跟他講 就是說因為你的腳太硬啊 因為你的手太用力啊 因為你的頭抬得不夠高 那這樣你根本沒有去解決游泳的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這樣的學生是很可憐的 因為後來我教他之後啊 我就教他說你的打水要怎麼樣 往前往後的時候伸直 往前彎踢等等的動作 他確實就可以看得到他的改善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教練只要講出他的缺點 他就會持續的進步 那是不可能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們游泳一次就可以讓你成功 因為我們游泳教練的職責比較像是什麼 比較像是你在玩玩具啊 或是你用一項工具的時候的說明書 那我們不是說只是叫你拿了玩具拿起來就隨便亂組裝 我們要一步驟一步驟的跟你說明說 我們游泳到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你才能夠了解說 我們常常在講架構裡面的 浮力呼吸動作這三個交互的關係 比較可以避免說你今天你改了一個東西之後 結果你其他的動作又變掉 例如說你為了要換到氣 很多人可能會選擇說前面的手會偷跑 那個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如果你前面的手偷跑壓下去的時候 你腳沈下去你的速度又不見 所以說各式各樣的交互因素 變得很多的時候 他就變得說我改了這一個另外一個跑掉 我回頭改這個我這個動作又跑掉 所以改來改去一直沒有什麼進步 這個是我們最常見到的情況 那為了在網路上面證明說 我們的成功 所以我常常也會收集我們的學生 像這兩位都是最近還在上課當中 而且他們到第四堂課 他們就可以採取二派搭水的方式 然後能夠游25公尺 我就把他們的心得收集起來 順便請他們提供一下他們的照片 然後去證明說他們在四堂課的時間 他就可以從原本一個不太會游泳的人 然後他可以練到 他可以自由式先坐25公尺 然後二派搭水這樣子游 那我們的課程總共是十堂課 將來的話他後面還有六堂課 他就可以很輕鬆的 再去修整一些不同的分解動作 跟專注點 這樣才能獲得成功 於是游泳其實我自己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說我們的學生 經過我們教練調教之後 反反覆覆我們一直不停的在做實驗 去證明說我們於是游泳的架構真的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才能夠讓學生進來之後 每一個都可以很快的看到他們的進步 那最近為了我的這一個影片 我自己已經拖了大概兩個禮拜多 還沒有更新我的頻道 所以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於是游泳 然後能夠去我們的於是游泳的粉絲頁幫我們按一個讚 因為除了我自己會推出影片之外 我們其他中部的楊彥朗教練 或是陳志偉陳教練 我們都會把我們自己更新更好的影片 放在這個頻道裡面 所以說你能夠來我們的粉絲頁按讚的話 你才可以隨時隨地 接收到最新的游泳資訊 那我個人的頻道當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幫忙 因為每個有看過我頻道的人都知道 我希望今年最好能在暑假結束之前 我的人數就可以衝到一萬八一萬九這樣子 那是我的一個目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然後多多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把我的頻道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說 我們今天要用一個動作來解決你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會在我們的頻道底下留言說 他每次轉過來的時候都會喝水或是嗆到 可能很多男生甚至他會發現他在初學游泳換氣的時候 一轉過來他發現上面是一層水 所以那他根本吸不到氣 第二個就是或許你目前已經可以游泳了 那很多人會發現說自己的前面的手會偷跑 那前面的手偷跑的話就會影響到你的速度 所以我們今天要試著用一個游泳的循環練習 然後讓你可以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 這樣子的話你就知道說為什麼我們比試游泳會這麼的有效 因為其實我們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但是給你不同的專注點 你就可以用同樣的反覆的練習去修改你在游泳初期的時候發現的問題 或是你游泳中期的時候發現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一併的去解決它 那各位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循環的練習 他簡單講就是右手出發、右手結束 或是左手出發、左手結束的這個動作 你可以看到剛才我是左手出發 然後我換手再加一個換氣 最後回到一個左手出發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你接下來你就是不停的連接你的這個動作 他就會變成你的泉泳 泉泳就是反覆不停的游過來游過去那個我們稱他叫做泉泳 這個是我們的真人實證 這個是我在禮拜六下午桃園的一個學生 然後他的確是在第四堂課他就可以做得到 像我剛才說的用一個循環的這個動作 反覆不停的連接起來他就可以游到25公尺 當然因為他本來就沒有練習過像二排打水這樣子的運動模式 所以他可能腳會彎的比較多 然後身體要側的比較多等等的 可是我也不希望就騙大家 我拿已經游得很好的人 他已經上了很久的動作 然後告訴各位說這是他第四堂課 所以這個才是他真正游泳的樣子 你從第四堂課你已經可以這樣子游之後 我們將來就會再給你一些例如說Zen Switch 或是Cold Body Balance這樣子的分解動作 你才可以去調整你的身體 讓你的身體可以更穩定更快速的在水裡面推進 那初學者常常會有遇到的問題就是 他們覺得他們的頭浮力總是不夠 所以他們可能會轉過來的時候上面一層水 或是說他覺得他的嘴巴很低 可是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因為你在游泳的時候變數實在是太多了 我們通常把變數主要可以分成四個 第一個就是你的浮力跟地心引力不夠穩定 因為我們的動作總是很多 例如說包括你的身體旋轉 你的手的動作跟腳的動作加起來 然後還有本身水浮力的問題 所以我們初學者的人總是上上下下的在浮動 那你沒有辦法保持穩定的話 你就會比較容易嗆到 有的時候頭高有時候頭低 接下來第二個就是你的打水熟練度 很多教練可能會覺得說打水必須要打得很好 甚至你要打到最好人可以飛起來 這樣子的話你就跟直升機一樣 你就根本不需要有換氣的問題 可是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成人的初學者 他們的腳本來就比較硬的情況之下 你要他們打得很優美 那你可能需要二十堂三十堂的練習之後 他們的腳踝比較柔軟才做得到 但是初學者的話 為什麼我們於是也會建議你用二拍打水 是因為二拍打水你在換氣的時候 是根本沒有在打水的 所以這樣子你才能夠保持你浮力的穩定 可能是穩定的低或穩定的高 我們才可以調整它 等一下你會看到我們的示範的時候 你會發現真的我們在換氣的時候 是沒有打水 很多人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游泳不是一邊打水一邊滑手 再加上換氣就是游泳 但是二拍打水的模式不是這樣子的 第三個就是你的手部動作 因為你的手部動作有的人是大車輪拍在水面上 或是他的手刺入水裡面 這都會造成不同的浮力反應 所以說如果你可以統一你的模式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學生來的時候 他整個就是亂動 如果他可以至少有一點點模式 我們可以去遵循的話 我們才可以讓你把專注點 例如說你用你的眼睛去看你的手 到底是刺入水中還是拍在水面上 如果你都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你的浮力當然也不可能是穩定的 最後一個就是你的側身角度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拿骨板練習真的太習慣 所以當他的身體不敢轉的時候 他的頭一轉過來 真的整個人都會在水裡面 然後你的臉不可能上來 那如果你已經平的打水習慣了 這時候你突然轉身的話 你會很不習慣你的腳會亂動 這個時候你的浮力就會一下喪失 所以你才會感覺一下子就沉下去 這些都是影響你喚氣失敗或成功的因素 可是你看初學者 你同時要控制這四個因素的話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還是好好的練好你的二拍打水 能夠讓你身體浮在水面上就夠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就是中階 就是你已經可能會喚氣了 但是喚氣的時候 因為浮力的不穩定 很多人還是會選擇前手偷跑 那前手偷跑的話 主要分成在你喚氣的時候 前中後 喚氣前偷跑就是 你可能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身體沒有轉 所以你頭轉不上去 可以吸氣 那很多人就會採用 用前面的手去壓 去增加浮力 那喚氣中 就是很多人轉過來之後 覺得說我怎麼那麼快就掉到水裡面 所以他想要待久一點的時間 在水面上 他也會選擇用前手去壓 那喚氣後當然就是 如果你在喚氣前的時候 你抬得太高 然後這個時候啊 你可能就會摔回水裡面 摔得更重 這時候你前手壓 就可以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 可是前手壓你的腳就是會掉 所以你的速度才會不停的在喚氣 每次喚氣的時候 你的速度都會掉下來 那基本上現在這個圖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你看到他喚氣完之後啊 他的上手刺入水中 他下手已經跑到這邊來了 我們原本是希望他的手 還是可以保持在鞋前方 大概45度或這個 甚至更少的位置 然後隨著你的身體旋轉 兩隻手才被推 一個往後推一個往前刺 可是這樣子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什麼 想像成說 你今天在一個溜冰場上 可是你穿的不是那個冰刀 你穿著普通的鞋子 然後你想要往前走的時候 你人一定會打滑 所以你拼命的動 可是你人不會前進 其實這個前手偷跑掉速度 就是這個概念 而且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循環發生的啦 就是說不管你的頭 抬不高去換氣 或是說你的前手偷跑 他都不可能因為說你游泳 游了10分鐘 20分鐘之後 他就慢慢的改善 當然很多人他在 我的頻道影片底下 他會留言說 他覺得他游了二三十分鐘 他比較疲勞之後 他的人會感覺到 整個人肌肉放鬆 的確這個我承認可能有些人會這樣感覺 但是同時你也會發現說 你的換氣可能會變得比較困難 因為你的肌肉力量消失 但這個時候你為了要讓你可以好到換到氣的話 你就會產生很多奇奇怪怪的動作去輔助他 或是像這個前手偷跑嘛 所以你就會變成說 將來你會養成錯誤的肌肉記憶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學生真人實證 其實這個不管是傳統式或是魚式的學生 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他在游的時候 因為他是兩下換氣 他這邊的手已經跑掉 上面的手才下去 這個就是很明顯很標準的一個偷跑 那這個是四下換氣一次 所以你看到他等一下他換氣的時候 他下面的手一樣會偷跑掉 看他現在正在換氣 然後下面的手偷跑 這個都會影響你的速度 那有些學生可能就會問我說 教練那如果我每次換氣 我的手都會偷跑 那我是不是可以採用六下換氣 或是八下換氣 然後讓我的這個偷跑的情況變少 然後我的速度會比較維持穩定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初學的時候是可以啦 但是正式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希望你可以做 兩下換氣或是三下四下換氣 因為太長的時間你才去換一次氣的話 你的體內二氧化碳濃度會比較容易升高 這樣子的話其實比較 對你的游泳整體影響來講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就要給你看我的解決方案 你可以在我的影片當中觀察得到 其實我們在換氣的那個瞬間 我的腳其實是沒有打水的 一開始你在做一個循環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你單手側飄出去的時候 你要穩定你的身體 不要倒來倒去 然後你練習的時間越長 你的滑行距離就會飄得更遠 然後你在做二拍打水換邊的時候 重點是你的身體旋轉的時候 越順暢越好 不要產生過多你的手太用力刺 或是你的二拍打水打得太用力 那第三步很重要就是 你的身體整個人躺平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你的人被支撐 然後浮力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你要去記住你現在頭部的位置 讓水拖住你的感覺流下來 然後放到第三步的第二洞的時候 你在側身的時候 你要找到同樣的頭的位置 然後一樣在側身的時候被支撐 第四步就是解決你偷跑的問題 當你的手右手拿回來 換完氣之後 右手拿回來 或左手拿回來的時候 你要檢查你的前手是不是跑掉了 你如果能夠在這個地方維持平衡的時候 將來你泉泳速度更快的時候 你的前面的手就更不容易跑掉 最後就是一個完美的ending 你就是回到你原本出發的那隻手 如果你是右手出發 你就要緩緩的回到那個手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在一個就是 我正常速度的情況之下 我的動作也不會顯現得很快 那你在練習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你的反覆練習量要足夠 像我剛才講的我自己這個動作 我可能自己都練了不下幾萬次 所以說當你練習量足夠的時候 你對於當中的一些細微的變化 你比較能夠感覺得到 你如果只練了五次十次 你就上場想要用拳泳 這樣子去連結的話其實很困難 我偶爾我自己在游泳之前 我還是會做這樣子的練習 它是一個組合動作 那可以讓你對游泳的感覺比較敏銳 你控制身體的能力是比較強的 第二個就是你在練習的當中 你要不停的去調整你的動作 因為不是這個動作 可能教練教了你之後 並不是教練把所有的變化都講完了 因為畢竟時間有限 可是你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能身體有時候會翻船 有時候會趴掉 或是你的腳下沉等等的 各式各樣的問題都要你自己去調整 我們教練能夠教你的 就等於是師父臨進門 然後你自己要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去調整你的動作 你才能夠找到說你施加在你身上的壓力 例如說往前傾的壓力 或是身體側邊穩定的壓力 你要調整到多少 這個就不是真的教練能夠幫助你的部分 教練頂多在幫你看的時候 比較明顯的問題他會指證你 然後告訴你說要怎麼調整 但是很多細微的變化 你都必須要自己去抓 自己去拿捏才有可能 第三個就是你要放慢你的步調 因為你剛才可以看得到 就算我在做1比1的速度的時候 我整個衝出去 然後我換手 然後再加上換氣回來 再換手一次的時候 那個步調是比較慢的 因為當你步調慢的時候 你的浮力的表現會比較平緩 你可以感覺到說 我現在身體正在下沉 或是我的人正在上浮 我準備要換氣等等的 當你放慢步調明顯的表現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快的去抓到說 我什麼時候應該換氣 然後我什麼時候應該把我的手拿起來 這樣子做的話 你會很快的就獲得進步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游泳 我們可以放慢我們的步調 在水裡面享受水的浮力 把你拖起來 這樣子的感覺是比較好的 那最後一點就是往後退的概念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的5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單手測飄 第二個動作是二拍打水換手 第三個動作是轉頭換氣 第四個動作是回來 把上面的手提起來到前面做準備的動作 最後一個就是換手回到原來的位置 那這5個動作當中啊 如果你覺得哪一個動作 你做的並不好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加強這個動作 大部分人的問題都在第三個問題點 跟第四個 講錯了 是第三個動作跟第四個動作中間嘛 所以你如果第三個動作做的不好 其實我會建議你 退回到第二步 如果你是第四個動作做不好 你就退回到第三步 反覆不停的練習 然後直到你覺得說 我真的掌握到這個動作的精髓之後 你再往下面走 然後等到你可能 每次去游泳池的時候 你花個十五二十分鐘 先把這一個循環一動一動的做好之後 後面你再去全泳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你每次下水的時候 你每次都能夠獲得很深刻的印象 然後你可以把這些新獲得的感覺 加到你的游泳的長期記憶裡面去 這樣子你的游泳才能夠獲得真正的提升 而不要說我每次去都是跳下水 然後開始游游游游游游 然後今天感覺不好也就放棄 也就回家 甚至你可以在每次下課之前 你再反覆的再練習一遍 把剛才你在全泳當中感覺到 哪些地方比較不對勁 你可以用分解動作再去處理它 這樣子我相信你的進步一定會很快 所以說於是游泳我們是一整個團隊在服務的 我們台灣這邊有好幾位教練 那當然新加坡馬來西亞 甚至是美國的總部都有很多的教練 他們都在不停的為全球各地方的人服務 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想要把游泳學好 你想要自然而然的把游泳應該懂的概念 放到你的腦袋裡面的話 歡迎你找你身邊就近 我們中部南部都有教練在服務 所以今天的影片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換氣 你覺得你的換氣頭常常沉在水裡面吸不到氣的人 你可以先做躺平換氣 然後去抓到你頭的位置 然後再把它改回到你側邊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容易感覺到你的頭是浮起來的 第二個就是你的前面的手會偷跑影響速度的人 你就要多做這個分解動作 就是換完氣之後回來用上手摸到水的時候 你前面這個手還是在原來的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去改善掉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希望你學得滿意 今年的暑假你就把游泳好好的學好 那當然我在台北桃園都有課程 希望大家可以報名找我報名上課 然後今年就把你的游泳改善到最好的情況 我們不希望你浪費太多時間在 就是練習很多初階拼命打水啊 或拼命滑手的練習 我們希望你可以趕快學好游泳 趕快享受游泳帶給你的樂趣跟健康 OK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啦 掰掰